严重社区配合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在日前也与多个社区来合作 办理一场慢吃茶小小茶医师体验活动 带领民众走进茶区 体验采茶到制茶与品茶等流程 希望借此推广茶区文化 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我们每年在7月份的时候都会办理采茶体验 也得叫还有小小茶医师的泡茶体验 那还有制作红茶 以及我们社区文化的巡礼 那所以我说来采茶不是只有采茶会 我们还要让大家认识我们严正社区 那以后我们做一个产业行销 或者是推销社区 以增加社区的一些收入 在活动当天 有许多民众也都吸加带卷前来参与体验 而透过当中丰富的行程 也让他们对于茶区文化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我们后来这边是因为 就爸爸他推荐我们来这边 就之前不知道 茶叔生长的情况或是形状 之后来了就知道 之前是知道说茶叶是怎么制作 只是说还没有说自己来揉过茶 第一次揉茶觉得说很好玩啊 很难得的一个体验 原来茶不是像我们就是只是喝水 然后有香味而已 然后可以借着这些动作 然后你可以知道自己就是心境比较放慢 然后也同时闻到茶香 就觉得整个今天的这种就很放松这样 这次严正社区能够用心规划活动来行销地方茶产业 先议员蔡孟儿也肯定发展协会干部们的用心 也期许透过活动能带动茶区各项产业的发展 促进地方经济的活络 严正社区发展协会 我们的管眉秀理事长非常有用心 在这一处也办理到我们采茶做茶 还有最享受的泡茶活动 在这里有很多民众来共同参与 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严正社区 我们的管眉秀理事长 对到台美可以提供给所有的人了解 民众如果有需要 可以尽量来到我们这三六国 来我们这里喝茶 喝好茶 吃好茶 议长和胜丰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也期许借由活动 促进茶区文化的推广 帮助地方产业能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